我們用台灣本島的氣溫來說明 剛才提到明天到小年夜是一個慢慢下降的過程 冷氣團最冷的時間大概就是除夕到初一的這兩天 預測中部以北、東北部最低溫10度到11度 其他地區的低溫大概是13到14度 沿海空旺地區或內陸近山區的地方都可能在低一點點 所以氣象鼠後續會針對有可能出現10度以下的區域 目前機率比較高的大概是北部或是中部局部地區 後續會去發佈低溫特報 請大家留意 再來呢 雖然前面是冷氣團影響最冷的時候 但後續冷氣團持續影響加上輻射冷卻的效應 夜晚跟清晨氣溫有可能有些地方還會再更低一點點 輻射冷卻的效應會攸關到雲量或是風速的大小 這個部分局地的差異會比較大 請大家後續多注意我們的低溫特報 剛才提到7號的晚上 然後小年夜到除夕 這段時間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可能 水氣也是比較多 這段期間溫度也正在下降 所以我們預估可能在中部以北 3000到3500以上的高山 如果溫度跟水氣有配合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下降 然後霧松或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下雪的機率 不過我們提醒山區的路面比較濕滑 積冰或下雪下降都可能影響到路況 如果這段期間有要前往山區活動的民眾 一定要做好相關的一些措施 注意安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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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